台湾大概就是 台湾其实钢铁的发展 其实都是 每一个人都是同步阶段的发展 比如说光复以前 台湾的钢铁产业 基本上就是大陆机械 跟南部的大陆钢铁 大概是这几个小小规模 然后到了光复之后 就慢慢的有拆穿 慢慢的有所谓的QTR 人工抽的QTR 慢慢的开始买鸭钢设备 买链钢设备 然后慢慢的发展起来 好像每一家都是这样 台湾的钢铁 大概高雄算是最大的重镇 高雄这些钢铁业的巨质 多半也都是由财产业取加的 多半 所以大概就是这一个脉络 大家慢慢的合作或者是互相互相竞争 然后形成了一个钢铁的主要的聚落 那至于风鑫 至于风鑫或者是威智 离开高雄比较远 但是也相对算是比较少的工厂 钢铁产业最大的重镇 应该高雄算是最大的 那至于后期发展出来的像胡锈钢 比如说叶连 马金或者所谓的银钢 我想那都是因为工业币的取得 工业币而已 才会迁到比高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但是我在想它的脉络应该都是被开产 然后赚了钱 投资钢铁工厂 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权 所以离高雄港附近的这样的一个银钢厂 应该算是最多的 从85年到85年前后 那个时候的钢铁价格可能都在7000块附近 那运输的成本大概一顿大概都要 从高雄运到台北都要400块 那可是获利呢 获利呢大概很少超过1000块 扣掉运输成本 大概有的时候就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钢铁产 就生产钢金的钢铁这一块呢 地域性很重要 所以大部分人都在高雄 所以高雄的钢金的竞争 就会变得比较激烈